第一个故事 网吧 我是女的 外婆是做这方面事情的老人 但很搞的是 我学一 学一的人 总是徘徊在另一个世界和真理之间 读高二的时候 我陷入了一场没有结果的苦恋 对方不愿意 但是又喜欢暧昧 搞得我苦不堪言 高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而我却天天沉迷在虚拟世界中 我不是本地人 那时候我寄宿在阿姨家里 每个周末回阿姨家 我那时很喜欢去网吧 看电影或者聊天 之后 我经常去的那一片网吧地段开始拆迁 昆明的朋友都明白 经常到处拆迁 我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环境好点的网吧 又一个周末 我在离阿姨家的前一个站下车了 那里有一片小区 还算比较繁华 我慢慢地走着 这时候 天已经有点黑了 但真正的夜市也刚刚开始 我经过一家水果店 老板很殷勤地说 小姑娘 过来看看有新鲜的草莓 我转过身 被那些个头大 又水淋淋的草莓给吸引了 于是便买了一些 其实我并不喜欢吃草莓 这家水果店恰好在一条巷子的口边 我看到巷子中灯火辉煌的 想必很热闹 方向也是阿姨家那边的位置 便提着草莓 顺着巷子走了进去 里面竟然有很多家网吧 还有卖烧烤什么的 我高兴极了 说实话 我是个鹿痴 我在一家环境很好的网吧 玩了两三个小时 想着阿姨他们该着急了 便顺着巷子往前面走 却越走越空 到公路边的时候 旁边是一个废弃的汽车销售公司 因为我看见上面写着某某汽车点什么的 我回头看了看 那条热闹的巷子依然人生鼎沸 我用心寄了下来 打算下个星期来这里玩 到了下个周末 我慢悠悠地晃到这边 依然是那个有点胖胖的老板 见我看的还对我笑了笑 我信不向巷子里走去 却觉得很不对劲 那条巷子明显是被拆迁掉了 什么也没有 杂乱的破烂房子 我不禁大失所望 这些拆迁队也未免太快了吧 我只好折回去 只是想证实一下是否被拆迁了 那家水果店老板却很奇怪地看着我 什么呀 那巷子一直都这样啊 我做生意都两年多了 我来的时候一直都这样啊 我只觉得冰凉凉的 像是有什么从脊背爬了上来 我快步顺的巷子往前走 看见了是那家某某汽车点 所以我没有记错路 我又问了附近的几家水果店 回答都差不多 天知道那天晚上是我做梦的 还是我无意中去了某个不知名的世界 第二个 走阳关 有句话说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阳关也就是金甘肃敦煌西南的御门关 因为当时的繁华所得名 只是当时的意思 是说御门关太繁荣了 人太多 以至于只好从独木桥那边走过去 今天的意思 却变成井水不犯喝水的意思 不过 我说的阳关 却是另一个意思 经常看故事的朋友都知道 空间有二维 三维甚至五维 蚂蚁生活在二维空间 之前前后 人类生活在三维空间 能看宽高 但是有一部分生物 却生活在四维空间 能看后面甚至下面 这是朋友给我说的故事 朋友叫懂 也是从小体弱的一个主 懂小的时候 总是三天一大病 一天一小病的 家里人急得没办法 就一个毒苗苗 什么医院 什么片方都用过了 一个老住持还很笃定的说 活不到八岁 懂五岁的时候 又是一场大病 那病来得突然汹涌 高烧四十度 本来这在小孩也不算什么 小孩体温一般都比较高 但懂却须地爬不起床来 然后眼睛 鼻子啊 就是蹊跷 开始流浓 医生看了说是感染 开了一些消炎药 去医院看 有的医院说是大液性肺炎 有的医院又说是肺结核 因为懂一只咳嗽 但也没见咳血什么的 就是查不明原因 他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想着这孩子可能不行了 据他说 棺材都买好了放家里 他那时已经是只有进气 没有出气了 然后懂只觉得自己飘飘地走出了门 又一直顺着河边走 就快到小马街那片的时候 来了一个人 是个很和蔼的老爷爷 老爷爷对他说 你过来 我带你去玩 懂就跟着去了 很奇怪的是 懂可以看见自己家越来越远 但懂并没有转头 也可以看见脚底下的小虫小草什么的 懂奇怪极了 就问老爷爷 我们去哪呀 老爷爷说阳关呀 懂问道 阳关在哪里呀 老爷爷用手一指 那不就是吗 那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人来人往的 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牌坊 写着两个大字 阳关 当然 懂那时候还不识字呢 这是他根据回忆猜测 应该是那两个字 然后 老爷爷说 你快去吧 懂就问 爷爷 你怎么不和我一块去呀 老爷爷笑道 我得从独木桥过去呢 懂一看 这路边有条大河 河上有座桥 也可以去到阳关里的集市 懂就说 爷爷 我和你一块去吧 老爷爷忙说 不行不行 你只能走这边 然后 董就走进了里面 眼前一黑 醒过来的时候 董的妈妈正在哭呢 据他家人说 他那时候已经死了两个小时了 可是他和那个老爷爷走了不仅仅两个小时的路程呢 之后 董虽然小病不断 但再也没有生过这么严重的病了 我问那个老爷爷是谁 他说 我也不知道 可能只是一个好心的鬼吧 第三个 神友 我只是无意中想起的这个词 叫做神友太虚 有的朋友是听说过的 世界上有些人 看得似乎只是迷信 但是又很神奇 比如这个人从来没见过你的家人 更不可能知道你最近的情况 却可以全部说出来 分号不差 有的人认为这叫请小鬼 就是家里养几个早年夭折的孩童魂魄 当要算谁的命数的时候 就放出来 让小鬼去查 鬼和人不同 人可以有公斤 有重量 鬼却是轻飘飘的 如烟如梦 所以可以日行千里 可以上天入地 不过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说出来 让大家推测吧 我的外婆也有这样的本事 据说当初 他父母总共生了十多个孩子 其的是 他父母生他的时候 住在他们那里山上的一个寺院 住持下来了 和他父母说 要接两个孩子去寺院里住 不然他们淘家人就死绝了 于是老住持选中了他和我大外婆 果然不久后 他的兄弟姐妹们 要么生病而死 要么出了意外溺水而死 或者跑丢了 总之这样下去 竟然一个都不剩了 其实我外婆排行倒数第三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这两孩子是对双包 外婆和大外婆走了以后 两个孩子突然大哭不止 似乎非常绝望 你说 为什么不把这些孩子 全部带去寺院呢 天意难为啊 如果全部带了去 搞不好就真的断了香火 留下两个孩子 还有一线希望 这老住持把外婆和大外婆 带去以后 突然发现外婆风骨极佳 是修道练术的好苗子 于是就开始教外婆一些医术法术的东西 本来是希望外婆出家的 但外婆凡尘未断 新中国成立后 外婆和大外婆就一起下山了 话说我记事的时候开始 我家就经常人来人往的 甚至一些镇上线上的人都来找外婆 但外婆也有原则 就是一年内只看三个人 其他时间都只是帮着看看病啊之类的 我问外婆为什么 外婆说 个人自有天命 天命不可逆 如果去干涉去扰乱 就会祸及自身 外婆还有你呢 外婆毕竟是人 人都有私心的 外婆给人算命的时候 确实很神奇 我观察过几次 外婆从来没有请谁给他去查这个人啊声的 有此我放假回老家 在屋子里玩 就听外婆叫我说 让我出去避开 我问为什么 外婆说 东南方向要来人了 过了一会 就听见恭恭敬敬的敲门声 就是很有礼节的三声长三声短 想比来人知书达理 把人让了进来 我没有着急出去 就趁别人没看见 躲在旁边的一个小厨房里 来人是个四十上下的中年男人 看那样子像个老师什么的 男人和外婆说 婆婆 您帮帮我吧 我老婆最近不知怎么的 老实说胡话 但平日里还是挺正常的 外婆开始打哈欠 我知道外婆要去查了 说实话 我不是没看过关于小鬼的养法 但外婆确实没有养什么小鬼 而且外婆说 养小鬼是要折兽的 还会害了下一代 那么 就只有一种可能 外婆身有太虚去了 过了一会 外婆就清醒过来 那男人大气都不敢出 外婆醒过来后 双目明亮 说 你家曾经是不是有两个孩子 双胞胎 都是男孩 男人纳闷道 没有啊 外婆说 你打个电话问问你老婆 男人提起电话给女人说 开始女人似乎不愿意 后来才到处原委 这女人年轻时 爱过一个有家式的男人 后来不小心怀孕了 自然是不敢要的 给打胎了 但是打胎也没什么 只是那两孩子都成型了 小小小手 甚至小舌头都看得到的 之后 女人没有离开 那个有家式的男人 又怀孕了 还是双胞胎 这样反复三次 最后大夫说 如果再流产的话 就不能怀孕了 女人才思千想后 离开了那个男人 外婆说 你拿着这条红布和药水 晚上四点阴气最盛之时 将药水给你女人喝了 把红布的一头 缠在你女人腰上 以便拉到门外 出门去 八点后才可回来 男人千安万谢地走了 外婆对外面叫道 乖宝 你要躲到什么时候 快快给外婆出来帮忙 我尴尬地走进屋里 问外婆说 外婆 你怎么不去男人家里呢 外婆说 一个 我得在这里做法 把那两个怨气的小鬼招过去 第二个 如果我去了 那女人保不定会被小鬼指示 杀了所有人呢 我问 红布和药水是干嘛用的 药水也就算了 这红布有什么用呀 外婆笑道 人之轮回 如果要成为人 就得走上轮回之道 这轮回之道 其实就是红色的 用红布指引 也许两个孩子觉得好奇 就回去女人的肚子里了 不会再加害旁人 第二天早晨 男人来了个电话 说 女人好了 外婆只是说 好好善待他们母子 这两小子会是你的亲子 不要妄加怀疑 一年以后 男人登门拜访 专程来谢了外婆 我见女人抱着两个孩子 很是可爱 孩子一见我外婆 就咧开嘴笑呵呵的 第四个 这是我老妈的故事 其实我们家 就外婆说的话 体质最阴的不是她 也不是我 是我妈妈 我妈妈也是学医的 医院里妈 人基本天天死 这是常识 没办法 有的人在路上就死了 但医生还是得把人带回医院 不然人家肯定要说 你把人害死了 尽管这样 医院罐子还是天天打 我老妈偏偏当了一个小官 有时医院出了这样的事 就叫我老妈去游说 因为我老妈面衫 口才也好 脾气也好 那次又死了一个人 那女人很可怜的 生了一个孩子后 就天天叫牙疼 查来查去 说是蛀牙 结果拔了以后 一直血流不止 有次看着好些了 医生就说 让把塞在嘴里的棉花拿出来 看他伤口怎么样 总不能一辈子含着棉花吧 最后却大出血 抢救都抢救不过来 就死了 那家人自然天天来闹 还把尸体摆在大厅中间 来了很多亲戚朋友什么的 其实呀 除了那女人的母亲孩子 谁会真心关心那个女人的死活 也无非是冲着前来的 医院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大家只要用心观察下就会发现了 人死的时候 一般都是由主治医生带头 在死者的窗角那脱帽敬礼 可能大部分人认为 这仅仅是一种哀悼的仪式 其实不然 此话后提 妈妈那天也跟着去给死者敬礼了 回来后却突然觉得牙齿疼 一直疼 去医院看 好好的 没什么病 我就想 会不会是那个女人的魂不甘心 把妈妈给附体了 但是也轮不到妈妈呀 妈妈并不是她的主治医师 后来疼得没办法 腮帮子肿得老高 只好给外婆说了 外婆着急得很 第二天就赶了过来 看后说 把那女人的妈给叫来吧 女人的妈看起来很老 一直很难过 从头到尾 这个老人都没有要求过医院什么 只是因为女儿的死有些恍惚 外婆问那个老人 死的前天 给他吃了什么 老人想了想 没什么呀 就和平时一样的稀饭豆浆 外婆不甘心 你再仔细想想 老人想了半天没想出个什么 倒是那女人的小儿子大声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爸爸给妈妈买了粘膏 外婆说 这就是了 你们可以去报警了 老人奇怪地说 你怎么知道是孩子的爸爸 我女儿害了 我外婆说 因为我姑娘牙齿一直疼 然后我看见她疼的那个腮帮子里面 全是粘粘的高 扯都扯不下来 后来由于医院和警方的介入 男人认罪了 原来 他在外面早有二心 想要害媳妇 碰巧 这男人在村里和卫生院的一个医生玩得好 懂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就想到用这个来害媳妇 粘膏吃着软 但是很粘 容易把止住的伤口撕开 那男人被抓的时候还不甘心 老认为是被谁看见 把自己给卖了 第五个 这是我自己的故事 不过是外婆告诉我的 我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把小锁 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事 这把锁从我出事 就一直挂在脖子上 从来没有取下来过 或者说 我根本没办法取下来 除非把锁链子给弄断了 锁里面是中空的 但我从来没想过 里面会是什么东西 从小时候开始 外婆就总是叮嘱我 不许把锁解下来 任何情况都不能 我就问为什么 外婆叹了口气说 乖宝啊 我不是和你说过你妈妈的事吗 其实来和你妈妈讨债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你 本来 我算过 你生不下来 就算生下来了 母女两个都保不住命 果然如此 本来医生推测的你是18毫升 你却折腾了整整一个星期 你母亲嘴巴都干得流血了 连脚疼的力气都没有 最后没办法 只好把你剖腹产拿出来 拿出来的时候 你也不哭 开始护士以为你被羊水给呛到了 就拼命打你屁股 你却反而笑了起来 那声音一点都不像个孩子的 我没办法 只好请师傅来看 师傅就叫一个引锁匠 给你脖子上打了个锁 把你的小命给锁住了 很奇怪的是 你妈妈本来大出血 突然就止住了 你也哇哇地哭出了声 外婆又说 其实这把锁是断过一次的 小孩都叫小鬼小鬼 就是说还没成人呢 特别是三岁以前的小孩 很容易被什么把魂给勾走了 那时候我天天带着你 你身体一直很虚 你妈妈又忙 一次我出门办事 就把你托给对门的阿英 我大吃一惊 阿英可是个傻子呀 整天就只会黑黑地笑 还坐在一个像学步车的架子里 站都站不稳 外婆苦笑道 对 就是她 说起来 你的小命也算是她给救的 那时候 阿英很正常 我当时只是想 也就一两个小时就回来的 没事的 谁知道 阿英怕你在屋里闷坏了 就把你带了出来 这下可坏事了 当我回来的时候 阿英已经昏在一边 而你不见了 我搂着阿英 大叫着你的名字 你竟然从屋里走了出来 才三个月的小孩呢 你只是阴冷冷地看着我 嘴里咕嘟咕嘟地说着什么 我忙拿出开光的佛珠来震你 不对 已经不是你了 你的眼神和表情 根本就是一个充满怨气的鬼魂 但是 你只是稍微躲了躲 就向我扑了过来 手里拿的是电门的石砖 估计阿英就是这样被你拍晕的 我闪开 你又扑过来 我什么办法都没有 突然想起师父说过 危难时候心里要静 要纯 不可惊慌 因为人一慌 就会失去一魂一魄 让鬼有空虚进入 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 心中默念地藏菩萨经 你的锁突然断了 而你倒了下来 我赶快把你抱进屋里 把阿英也拖了进去 后来 阿英就变成这样了 我问外婆 那你怎么和阿英的家人解释呢 外婆说 肯定不能说被鬼给打伤了 只能说摔跤 而且 说了也不好 那鬼会跟着去 我奇怪地问道 可是 为什么带着锁会被鬼附身呢 外婆深深地看着我说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保住你的方法 不单单是用锁把你的命锁住 不让你回去 还要掩护住你 不被那些东西发现 我说 怎么掩护呀 外婆笑了笑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锁里面是中空的吗 因为里面封着一个鬼 只是没想到 没有外物的干扰下 这鬼竟然跑了出来 我只觉得锁骨中间冷冰冰的感觉 那那现在那鬼还在不在呀 外婆笑道 肯定不见了吗 锁都断了 她也跑了 我笑了笑 没再说什么 只是 我没有问的是 为什么直到现在 还不让我摘下来呢 第六个 神兽 这是外婆年轻时候的故事 外婆年轻时是个可爱姑娘 身体棒 皮肤总是红润润的 力气也大 胆子也大 于是村里就让外婆和几个姑娘去给全村人煮饭 不过 那时候叫公社 煮饭的地方离家远 就住在旁边的寺院里 但是 那寺院被红卫兵打得乱七八糟的 外婆家里的人基本都信佛 所以虽然寺院烂 依然对寺院恭恭敬敬的 别的姑娘却很不在意 那一晚 睡着睡着 外婆听到一声巨响 寺院外室堆着批好的柴 外婆怕被猫给弄倒了 第二天不好收拾 忙跑出去看 却什么也没有 孤独着回来接着睡 刚躺下不一会 又是一声巨响 外婆跑出去看的时候 柴都堆得好好的 而且 每次那么大的声音 其他几个姑娘竟然不会被惊醒 外婆越想越不对劲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外婆忙叫醒其他几个姑娘 和他们说了这个事 因为外婆是煮饭里领头的 其他姑娘也不好地说不信 就在门背后守着 果然 又是一声巨响 他们提着锄头什么的追出去看 指尖一只像猫一样的 但是很大的生物 睁着炯炯有神的双眼 看着他们 也不害怕 外婆他们就跟了出去看 所有人才踏出去的时候 他们刚才睡的地方 一根房梁掉了下来 那生物也从墙外 跳了出去不见了 众人惊讶不已 外婆这才想起 那生物的样子 怎么那么像十八罗汉里 骑狮子的那只大狮子的样子呢 第七个 锁魂 这是小时候听外婆说起的 印象比较深刻 故事里的主人公叫阿翠 是外婆的一个远方亲戚 表亲 只是我从来没见过 阿翠呢 已经走了 阿翠小时候也有一把锁 不过他的锁是因为小时候老生病 家里人给求的长命锁 后来锁带的时间长了 就慢慢黑了 科学的来说是氧化现象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稀释了病气 本来嘛 锁黑了可以摘下来洗洗 再带上就可以了 或者干脆就不用管 没什么影响 只是这个阿翠翩翩生得漂亮 山里孩子洗头用的是米汤 洗澡用的是清泉水 那眼珠子都不带杂的 黑亮亮 像小孩一样 漂亮姑娘呀 就有点嫌弃这把锁来着 锁也脏了 就悄悄给摘了下来 把妈妈买的珍珠项链戴上了 可是过了个把月 阿翠就生病了 开始只是感冒 接着发烧 说胡话 阿翠的奶奶一看 哎呀 不得了 锁不见了 急得到处找 阿翠的妈妈爸爸毕竟也接受过一些现代思想 就不当一回事 觉得只是普通感冒 看了医生就好了 骑着车 带着阿翠进城去了 奶奶半天找不到锁 明白大势已去 这孩子必死无疑 老泪纵横 过了一会 邻居家就跑来告诉说 阿翠爸爸不小心把车骑翻了 阿翠恰好撞在一块石头上 给撞死了 外婆说 锁 或者说 赢这种东西 跟着人时间长了 也就给沾了人气 甚至是分了人气 如果丢弃了它 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给丢了 千万不要随便扔了呀 第八个 冤魂 高考结束后 我和妈妈及外婆去北京玩 我们去的是金陵还是什么的 就是只开放的那个地下墓室 比较小的那个 我不记得名字了 外面还展示了慈禧太后的一些衣服之类的 我们是跟团旅游 记得当时下到那个墓室里的时候 就觉得和地上两个差别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 北京夏天挺热的 但是下到墓室里的时候 那叫一个冷 我是南方人 对这突然的变化非常不习惯 下面也比较小 有看到的是那个大大的石头门 导游还说了 当时是怎么给他关上去的 里面还放了三把椅子 导游说是皇帝 皇后和贵妃坐的 想想当时陪葬的人 还是很惨的 就这样活生生饿死在里面 不过这种制度 貌似在什么朝代就给废了吧 外婆只是笑眯眯地看 然后低声说了句 其实根本没有废出 只是为了安抚老百姓罢了 我就纳闷地看着他 问外婆 你怎么知道的 当时人有点多 外婆说了什么 我也没听到 顺着人流开始往外走 周边还有几个 没有开发出来的洞 一鼓鼓的冷风 从洞穴里吹出来 我仿佛看到了什么 或者感觉到了什么 只是慌忙融入人流里面 快走到出口的时候 才发觉外婆没跟上我和妈妈 忙回头去找 那时人也比较少了 三三两两地正走出来 外婆看见了我们 也跟着那几个人走过来 其中有一个十五六岁 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 对他父母说道 哎呀 看这么有规模的牧师 想来当妃子还是蛮不错的哦 才说完 没走几步 东的一声就倒了下去 他父母给吓着了 忙着打电话 我们也过去看 外婆看了一会 就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瓶子 凑到女孩鼻子下面 给他闻了闻 女孩便慢慢醒了 女孩的父母一边感激 一边好奇地问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么拐用 外婆只说 他有点中暑了吧 给他闻了好汁 刺激一下就可以了 女孩的父母千万谢地走了出去 我明显不信 这过程我可看得清清楚楚 就偷偷问外婆是怎么回事 外婆说 他其实也没看见什么 只是感觉这牧师特别的哀怨 有种很浓的哀怨的感觉 估计是皇帝的什么小老婆 不然的女孩这么说完 也不会昏倒了 我奇怪地问道 但也会有别的人说呀 怎么就不会被那个 外婆说 刚才人那么多 阳气重 乃冤魂也不敢靠近 我回头看了看 已经空无一人的牧师 淡淡的灯光下 似乎有一个白衣素稿的女子 哀怨地望着再也不能上去的出口 我打了一个机灵 匆忙离开了这个冰冷的牧师 第九个 报应 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报应这回事 也许很多朋友要说 现在的社会能有什么报应 还不是作威作福的 可是我真的就听说了这么一个关于报应的故事 我外公是铁路工人 但他在的那条铁路只是跑跑小地方 慢慢就衰败了下来 外公的上司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 小时候我挺喜欢他的 看着样子很和蔼的一个人 也会给我汤吃 慢慢长大后 才从旁人话中明白 这是一个贪婪阴狠的大贪官 但是警察不敢管 老头的儿子可是公安局的局长 谁敢管呢 这老头就这样作威作福了几十年 外公和他都算是老一辈的职员了 所以也差不多是一起退休的 那老头眼看要退休 还很不甘心地又捞了一把 在铁路的路两旁 种着许多粗大的安树 不知道有了多少年的历史了 总之 有的安树要三四个人才围得过来 结果 那老头鬼迷心窍 竟然把那些树卖给了木材公司 你想啊 夏天那么热 养路工人在这安树下还能乘凉 但是把树砍了 工人会容易中树 但是 人人心中怨恨 也没有什么办法 也就三四个月左右吧 一次听外公和外婆的谈话说 那老头子突然脑溢血死了 外婆拍着大腿大叫痛快 真是报应 事隔不久 又听说老头的儿子得罪了上面的 给撤了职 接着是老头家唯一的独孙 给外面的小混混打断了腿 老妈妈一时气急攻心 撒手吸去 我就琢磨着 难怪每次经过他家那六层的小洋房 老听见里面有人哭呢 真是报应啊 接下来讲最后一个 门 那时候我还没出事 我老妈都还是光着屁股跑的小孩 外公在县里工作 家里就外婆一个人 带着三个孩子 自然是被某些人欺负的 特别是我大外婆 可能极恨当初老住持 选中了我外婆学习法术吧 总是找外婆的插 之后更是把外婆赶出了家门 因为大外婆是大的那个 自然继承了祖房 而且大外公是倒插门 也就是招来的女婿什么都听老婆的 外婆带着三个孩子 按公社的规定 得不了多少的田地 但外婆也不气恼 和村里关系好的一个婶子 要了他们家原来的破房子住了下来 后来我长大还去看过 滴滴矮矮的 只有一层 唯独那门 很干净很新 外婆说 当初他们搬过来的时候 门破破烂烂的 左脚还破了个洞 大冬天的冷风直吹 冻死了 而且三个孩子在学校 还老被老实挑毛病 学习也不怎么好 自己一个女人 坐着和男人一样的活计 得的公分还很少 而且不久后 外公还受了伤 那时候外公只是养路工人 那段时间 说要多惨有多惨了 后来 家里来了一个云游的和尚 那天也很奇怪 明明看着要下雨的 打雷了 却没下雨 就是光打雷 那和尚来了之后 和外婆要口饭吃 外婆很幸福 于是就给了和尚 和尚看看外婆家的门 就对外婆说 师主 您这门得改改啊 把门拆到另一边吧 就是对着我站的方向 外婆虽然觉得奇怪 但对这些得到高深的和尚 非常敬重 第二天就请人来改了 说也奇怪 三个孩子学习蹭蹭地往上走 我妈妈考取昆明医学院 阿姨考取重庆师范大学 舅舅考取西安交大 然后外公升了官 外婆终于在村子里扬眉吐气了 我好奇地问外婆 怎么改一个门的位置就变了呢 外婆说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从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可能原来的门 恰好挡住了轨道 鬼和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但是恰好就有那么一两条路 是重逢的 我开始幻想 某一天 我是不是走着走着就打了一个寒颤 该不会不小心和那样的生物撞一起了吧 我感觉到这里